本场的第一位挑战者 看看他究竟是谁 崔笑 回到过去 来 请 大家好 我是崔笑 像好哥民俭一样 我们同为80后 我们经历过特别多的美好 比如说第一届春季联欢晚会 是1983年 到了幼儿园有了86版的西游记 到了小学就是圣斗士星矢 读大学之后就赶上了第一次 我们中国队冲入世界杯的决赛圈 10年代 互联网来到了我们身边 还有一战到底 现在想起来好怀念那个时候 对 这是我的一层意思 回到过去 另一层意思是公元2000年的时候 我就参加过一档答题节目 是三星智力快车 三星智力快车 我当时代表河南队参赛拿到了第一期节目的冠军 你是第一期的内主 是的 我刚刚就是在跟历史击掌啊 三星智力快车那个节目原来办过九年时间 对 开心词典这个节目办过13年时间 一战到底这个节目快八年了 也就意味着我们还差一年的时间 就要成为中国意志 就是大提节目的亚军了 亚军了 隔十九年之后 又来到当下 答题节目的王者 一战到底 当下答题节目的 我也很好奇 他最后我自己的锻围ас上能犯否 我身边也有很多人说我是杠金 我还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杠金代表的是一种 独立的想法 独立的人格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位 我要挑的90后 好 我们来揭晓杠金 看看是谁 上错关键词了吧 你好 老爷子 锻炼补教队 本人不守队 儿女不守类 快乐奔百岁 我是空队 今年65岁 退休古人 那为什么叫杠金呢 因为我是练体操的 我挡杠 爽杠练得好 练得精 原来是练单杠练的 不是精神的意思 这是一位资深的体操王子 这是一位资深的体操王子 我们不服老 量力而为 熏血而前进 13个队员 各个的绝活 各个的高涨 什么绝活 我想看一下绝活 我在现场给你展示一下 让李好跟你PK一下 你别啥事就让你老公上去 你先看看什么东西好不好 你不 Pode 动手 你不让人给你修理 这 这 你不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你不能太迷惯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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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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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来啊 1 2 3 4 5 6 来 我们来看看 比你年轻30岁的李好同学 能不能完成 你何必呢 走啊 走啊 走 走 走 古中廖凡在模仿的是 哪位帝王的画像 明朝的开国皇帝 朱巴巴 朱元璋 意思为 越是在低微的领域 越是能了解到 真实情况的是哪个成语 梅矿月下 美下欲晃 这个应该是美下欲晃了 他讲的是在这个猪腿上 量得越朝下 越知道气质的情况 好 好 好